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我们网路上的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要明白圣经 要明白 当明白圣经 我要用的圣经解释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圣经 我要从第十二章 我要从十八节 从十八节分享下来 我会分享到二十四节 十八节 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 第十八节 杀都该人常说没有护活的事 他们来问耶稣说 呼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死了 撇下妻子没有孩子 他兄弟当娶他为妻 哥哥生子立后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子 死了没有留下孩子 第二个娶了他 他也死了 OK 没有留下孩子 第三个也是这样子 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 末了 那户人也死了 当户我的时候 他是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二十四节 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 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呢 二十五节 人从死里护活 也不娶 也不嫁 乃像天上的死者一样 论到死人护活 你们没有读过摩西的书吗 经济篇上所记载的 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罗汉的上帝 以赏的上帝 雅各的上帝 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 乃是活人的上帝 你们大错了 我来分享 这一段 我想 第一个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 就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 其实他们是读圣经的人 撒独该人 什么叫撒独该人 理性主义的 理性 我觉得理性还是很重要 例如说 耶稣医治的那一个 被鬼附的人 他用石头砍自己 圣经说 他后来被医治以后 他就明白过来 明白 他心里就明白过来 明白还是理性 我并没有说 我们信仰不需要理性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只有理性 会带来偏差 所以他说 那个被鬼附的 那个格拉森的 那个人被鬼附的 他说说 他是从心里明白 可见明白 第一个 不是就 真的是从心里明白 可见明白还是有理性 是个有心灵的 但是呢 不能够只有理性 撒独该人就是 有这个问题 你们所以错了 所以撒独该人 是当时的一平的 知识分子 他们不相信护活 因为他们不相信护活 请注意 耶稣为什么说他们错了 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错了 他们不相信护活 OK 很多的问题之所以会有问题 就是他议设的 议题的前提是错的 OK 他们既然不相信护活 来问耶稣有关于护活的事情 你看 这就是错了 OK 所以耶稣说 你们所以错了 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 所以呢 他们因为不相信护活 就假设一个议题 七个兄弟 娶了一个女人 来问耶稣 那耶稣知道他们的错误 就跟他讲你是错误的 什么叫做错误 就是你读了圣经 却不明白圣经 哇 这个是一个理性的偏差 撒独该人很重视理性 他不相信护活 不相信护活 他们又来又来问护活 所以他们就是错了 我要分享的三个点 第一点 很多的问题是前提是错 前提是错 我在台大三科的时候 我先来问我说 老师 宇宙的星球这么多 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外星人 或是没有外星人 宇宙有没有生命的存在 OK 那 我说同学 要答这个问题 他们说 星球这么多 数不完 总是会有一个 里面上面应该有 就是续菌吧 OK 或者有个外星人 有一个外星人 那他们就问我 你看 这里面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你要问说 宇宙里面到底 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 宇宙里面到底 有没有生命的存在 你要先回答一个问题 回答什么问题呢 什么样的状况 会有生命存在 你如果不了解 什么样的状态 会有生命存在 你就无法答 宇宙里面到底 有没有生命的存在 OK 你看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 什么样的状态 会有生命的存在 你就无法去解答 宇宙里面到底 有没有外星人 有没有生命的 有没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生命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承认 上帝创造生命 OK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了解 什么样的状态 会有生命 你不能说 宇宙里面有这么多的星球 有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环境 可能有个星球很像 我们的地球 旁边有个星球很像月亮 然后你就说 可能有生命 乱讲 为什么乱讲 你的预设的前提 是错误的 为什么错误 因为你不明白 为什么你不明白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样的状态 会有生命的存在 OK 所以你往下讲 都没有用 往下讲 都没有用 所以我家讲的是 我们在外面做事情 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 预设的前提 预设的前提 萨图干人说 基本上没有护火 没有护火就是他 异设的前提 他又来问 到底护火以后会怎么样 OK 这是第一个错 异设的前提有错 第二个 人的理性有错 我们的理性太有限了 我们的理性真的太有限了 为什么理性会有限 我们能够认清一个事实 是跟我们跟这个事实的距离 有关系 你今天如果认清一个事实 如果距离太远 你无法搞不清楚 你刚刚听到 我们人类的存在 大概是 是 是 是几千万年前的事情 恐龙的存在 我跟你讲 你讲到几千万年 你就不准了 因为你离了夜远 你就越搞不清楚 你离了夜远 你就越搞不清楚 OK 所以就是我们的理性太有限 我们能够把事情看清楚 绝对是你跟这个事实的距离 有多远 你距离越远就越看不清楚 你如果讲到说 去年的事情 可能还有点准 你如果说到 说说前天的事情 那可能更准 你如果说几百万年前 那个很不准 你说有化石 拜托啊 那是看你的解释 我上课的时候告诉我的学生 他们那时候 刚好流行 那个侏罗纪公园 学生就问我 老师 那个恐龙会不会吃人 我今天就问一个问题 我说恐龙是叫什么声音 他说恐龙就 我说拜托 化石没有声音 我说化石没有声音 化石里面 你看到恐龙在叫吗 没有 我在问一个问题 恐龙是什么颜色 他说恐龙就是黑色 暴龙就是黑色的 然后牙齿 他就黑色的 我说化石里面有颜色 他到底是美术还是科学 是个美术人的幻想 还是科学 我在讲 离间他有限 有人说我们早期 人类是尼安德达人 我就问个很基本的 什么是人 你说因为他有牙齿 我有牙齿 他头大大的 我头也大大的 OK 他有五个手势头 我有五个手势头 所以他就我们的祖先 很拜托 很拜托 上帝对人的定义 是他有 有个灵 他有上帝的灵 在他的生命里 那请问你 从化石里面 你可以看到上帝的灵吗 他会有一个什么 他会有一个祭祀的典礼 他会有个 他会有个葬礼 有葬礼 你可以看出他的灵吗 有人说中国有个北京人 还是我们的祖先 搞老板 连北京人的骨头 都找不到 那个政经都不见了 我觉得北京人 是我们的祖先吗 还是某一种猴子 我要讲回来 什么是你的生命的定义 什么是你对人的定义 你认为你对人的定义 就只有在牙齿吗 你认为人的定义 就在我们头骨的大小吗 你认为人的定义 就是我们的脊椎吗 我觉得这个 还是我们的一些 特别的礼仪 难道你认为 别的动物就没有礼仪吗 你不要太低估 别的动物 所以我常常讲 你看事情的有限 你的距离越远 你就越看不清楚 我再讲一个 你认为宇宙里面 有黑洞吗 你认为宇宙 有个大爆炸吗 曾经很热门过来 后来告诉我 宇宙可能没有大爆炸 我们政绩是弄得少 我在想你越讲得越远 人的理 你就发现 你的理性太有限 来 讲回来 撒杜格兰在问耶稣的时候 他既然说 互火以后 请问他是哪一个 拜托你 你离互火 你到底有没有互火 你都自己搞不清楚 OK OK 那你说人没有互火 你离得越远 即使是你 距离越远就越不清楚 还有我们的生命的 了解那个现象 我们太有限了 我们太有限了 第三个 我要讲的是 为什么 耶稣说他错了 因为你的明白太有限了 我们的明白 会受几个东西的影响 我们的明白 会受自己的喜好影响 我们的明白 会受我们经验的影响 我们的明白 会对于 整个讨论内容的深度 所影响的 还有我们的明白 都是过去式 而不是未来式 我们对任何事情的明白 都是过去式 而不是未来式 所以你要用过去式 去外插未来式 你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太有限 人的明白太有限 第四个 我要分享的是 人的明白 受到很多人性的影响 受到很多人性的影响 因为人太软弱了 所以人性会影响 人的明白 有些事情 就是永远不能明白 有些事情 你就是永远 不能够明白 为什么 因为受你的厉害 有关系 政治人物的这个捐款 你永远不明白 为什么呢 你再往下查的话 你会查到很多东西 很可能还是 跟你是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人 OK 哇 我要讲的就是说 因为会受到你的软弱的人性 所明白吗 所以我要分享的是 主耶稣说你真的错了 前提错 你的前提是错的 第二个 你太有限了 第三个 你根本不明白 深度太浅了 第四个 会受到你的人性软弱的影响 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些给绑架 OK 我回到主的话来 我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人真的可以明白什么吗 我要说 按照我所明白的 我依然不明白 我真的可以明白圣经吗 我不要说回到这个问题 我真的能够明白物理学吗 我本身学物理的流体力学 我真的能够明白吗 其实我到某个层次 我就不明白了 围观的物理跟聚观的物理 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定律 很多的定律可以用在聚观上 没办法用在围观上 我真的能够明白吗 哇 其实这50年来 这60年来 我们整个的 整个近代科学的发展 其实越来越走向技术 基本的理论 几乎都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 不过诺贝尔奖的得主 这五六十年来 或是一百年来 哇 大部分都是属于技术 技术就有很多 并且很多的得奖者还是错误 你要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跟法国 打了很多的这个 壕沟战 用毒气 你如果你看一看 是谁发展这些毒气的 全部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德国也是 因为法国也是 德国有两个 法国有三个 都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我再讲一个例子 我们以前有使用DDT 来杀虫剂 后来DDT被取消了 请问 使用DDT的人 有没有得诺贝尔奖 答案是有的 他应该是1947年的 诺贝尔奖的得主 请问 他错了 他当时大量的使用DDT 给人类带来核能大的浩劫 很多的女人得到癌症 很多的孩子 大脑出问题 因为DDT本身是个神经毒 我们真的是明白吗 我们真的明白吗 我们真的明白吗 我们真的明白圣经吗 不要再谈圣经 可能连物理课本 连物理课本 连物理都没有搞懂 连那种属于物质阶的 都没有搞懂 你还要谈这个属于上帝 我觉得求主怜悯我们 主耶稣讲得非常好 你不明白上帝的大能 你不明白上帝的 你不明白上帝的大能 因此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亲爱的耶稣 我真的仰望你 少度该人 他们明明不相信 他跑来问相关的题目 难道主你说 真是错了 哇 那我们一生可不可能就错了 我们跟随一个伟大的领袖 可能是不是跟随错了 我们追随一个伟大的企业 一个给人带来光明的企业 是不是就错了 我们追求一个科学的理论 可能是不是就是错了 主耶稣说你们错了 因为你们不明白上帝的大能 你们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上帝的大能 何等的需要主的保守 让我们一生行在上帝的路上 有限的一生 不要迷迷糊糊的渡过去 有时候我们高级人的理论 我们高级人的经验 高级人的美好的乌托邦 其实我发现整个是错误 在美耶稣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 从大陆来的一个学者 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以及整个共产主义 画出来那个美好的景致 你看久了以后才发现 他根本不是窗外美好的景致 而是画在墙壁上的 的一个 的一幅画 根本不是实际的一幅画 哇 但是多少人 抛头颅 撒热血 多少人 还迷恋在其中 求主保守我们 让我们的一生 不要落在 世上的错误的里面 把我们赎回来 不只是我们的生命 必要被主的救赎 我们的理性 也必要被主的救赎 我们的情绪 也必要需要主的救赎 我仰望主 还是这样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仰望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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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